大家好 老周现在是在缅甸啊 今天要和大家汇报一个事情 有一个网友 他也是在缅甸 然后他最近开始做自媒体账号 然后不太会做啊 昨天我们认识了以后啊 他请我吃了饭 我们也稍微讨论了一下 他是在缅甸这里做加工生产的 他那边有一个厂房一个车间啊 然后他今天 8了我一下 他说要给我介绍一个福建大老板的女儿啊 因为他已经抓住了老周的软肋和弱点啊 知道用这个方式的话 我一定会去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他发的一个视频 大家也帮把把脉啊 看看这个人靠不靠谱 我该不该去 来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以下的录像 大家好兄弟们 今天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我昨天跟周大霞约好了 明天他到我们园区过来看一下 我要给周大霞介绍一个老婆 把我们的福建大老板引荐给他 福建大老板 我也是第一次见他本人 据说是年纪比较大一点 他有一个女儿 是单身 这个我知道的 不过年龄比较小 我目前不清楚 那个老板他的什么用意 他需要我带周大霞过去看一看 大概八点钟 他就会到我这里 我们开车过去 预计三十多分钟 就可以到他们厂里的 拍这种视频需要周大霞扶持我们 他是大网红 我也希望他来证实我真实的存在 不要再说我被某某地方关小黑屋了 我拍视频请不住得宜了 又要我比个六了 这个就是以下的录像 大家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我感觉这个人挺安厚靠谱的 所以他来找我 我也不吝啬分享了一些 我做自媒体的心得和经验 然后他今天就约我过去 但是他那里老远了 他那里的话离这里 大概有五十公里左右 因为这边交通不好 坐车要坐一个小时 然后回来了话 狗地也会很晚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答应了 也不能耍人家的约 大家也帮斟酌一下 在评论区告诉我